这个主题我们要做的是找正因数 当绿奇点下去的时候 画面出现一个文字输入框 请输入一个正整数 假设我输入的是30 Enter按下去 这个数字箱就排列出30的所有正因数 而角色猫咪就说出一句话 所有因数是哪些哪些 要把这些数字箱里面的因数全部说出来 我们来看这程式怎么制作 首先来一张背景图片 老师帮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几张图片 请用这一张找因数 如果你没有这张图片 你就背景上面用英文打几个字就可以了 重点在角色猫咪要说些什么呢 在程式一开始的时候 我需要一个数字箱 这数字箱是来堆积所有因数 所以我在资料这里建立一个清单 叫做数字箱 我还需要两个流水号 一个是I 一个是J 直接打I就好了 再来一个叫做J 那这两个都不需要显示 怎么样在荧幕上输入一个提问的空格 让使用者输入数字呢 在这个侦测这里有一个提问 这个 好 我们来开始写程式 当日期点下去的时候 我们让这个猫咪来提问这件事 就问说输入一个 提问之后就要用一个变数来接收 所以我还需要一个变数 叫做整数N 那我就用这个正数N来接收 所以是正数N设为 在侦测这里提问之后就有一个答案 那使用者回答的答案就当作正数N 接着我要来找他们的因素 我这个数字箱要放的是他的因素 但是可能我执行好几次 所以我执行之前都要把数字箱给清空 那先删除全部 好 流水号I跟J 给他一个 都给他归零 那现在我要开始排因素了 假设我输入的数字是30 那怎么样找到30的因素呢 好 我就要做一个循环 假设我就做了循环30次吧 那我如果输入15 循环15次 所以这里循环几次 我就用正数N来表达 每一次循环开始的时候呢 先让流水号I先加1 原来是0 现在给他加1 那我现在做一个判断 我用除法判断 譬如说 30除以I 如果整除 那它就是I就是因素 不能整除就不是 好 我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 那我拿N去除以I 做一个除法运算 这个除出来如果是整除 那整除怎么判断呢 我这样去除 如果是除以3 那除出来就变一个小数了 所以我们不用这个判断 我们用这一个 我们看它的余数是不是0 这样来判断它是不是整除 所以将正数N除以I的余数 我判断它是不是0 如果它是0的话 那就表示它是整除 这里输入0 好 我把这个判断式放在这里 如果N除以I是0 就表示这个I就是N的因素 那我就要把它记录起来 所以在清单里面我要添加 我就把I给添加进来 I添加进来之后 添加到数字箱的哪里呢 第一个进来的当然就摆在第一个 第二个进来就摆第二个 第三个进来的摆第三个 可是第三个进来的不是3呢 第三个进来的可能是6 这添加6不是放第六项哦 添加6可能放第三项 我们是按照顺序的 所以我要用流水号接来表达这件事 好 因为接一开始也是0 刚才这里忘了 这里是接 接一开始也是0嘛 那0到这边时就要把0先加1 流水号接加1 也就是说 我N除以I 整除了找到第一个 那就接加1 那就把I放到第J的位置 待会儿 N除以I又找到一个了 那J又再加1 那J就变第二个了 那这个时候I就不知道什么数字咯 I会跳着走嘛 可能找到很多个之后 I是10 那J可能是第五个 那这样子通通把它排完 这样整个排完就完成了我们这个表单 我们来RUN一下看看 逆起一点 好 我就输入30这个数字 输进去之后 这里就是把30的因素通通写出来了 接着是要利用自串组合 让这个猫咪说出这些自串是什么 我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这样比较快 这样比较快 我还是把流水号I归零 那这个J我就不需要了 J把它拿掉 好 这个说什么 最后再弄 刚才我RUN过一次 我的数字箱就已经有八个因素了 如果我再RUN一次 它一直往后面累加 所以数字箱是要清空的 猫咪要说出的这个结果 就所有的因素 我还需要一个文字的变数 所以我再增加一个变数 一开始 让猫咪要说出的这句话 所有因素先清空 文字的清空方法 是把它按个空白键就好了 把它给删掉就行了 不用打任何字 这样代表空白 好 接下来我要寻回多少次呢 我这个数字箱有八个字 那我就把这八个字 统统把它加在一起 我就让它寻回八次 我输入的是其他字 那就不见得是八啦 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变数 叫做清单的长度 这一个 好 就是这个数字箱啊 它有多长 就指它的项目数 就把它给替换掉 它如果有八个因素 那长度就是八 好 每做一次流水号I就改变一 好 那我现在这边不需要再用这个判断了 我就开始来改变它就好了 好 我们就回到这个变数所有因素 你有八个因素吗 假设八个因素 那第一个因素 那在I等于1的时候就把它找出来 所以在数字箱的第I个因素 现在I等于1哦 数字箱的第I项 也就是第一个因素 我们要把它加起来 那如果我希望中间有痘号的话 那就用文字的组合 好 我把它加上一个痘点 就是把第一项 后面就给它加痘点 那把这个字串呢 和原本的空白所有因素 把它给组合在一起 好 这是所有因素是最原先的 把它和这个字串 把它组合在一起 把它给设成这样子 那最后就由猫咪说出这句话 说出所有的因素 好 我们先看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的 好 让一下 输入一个数字 假设是30 找出来了 123568 全部都讲出来了 现在老师有一个问题 我希望他在这排数字之前 先来一个所有因素 冒号 那点点点 通通排列出来 而且我希望他讲完这些因素之后 最后这一项30的后面 不要有这个痘点 现在请同学 把正确的程式写出来 这期设计就会设到 还是计划